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者通过微信进行挂号预约 在诊所内进行一站式问诊 诊后 医生还会对患者进行载线随访 丁湘元的创始人李天天出身医学之家 2001年 他在就读哈尔滨医科大学期间 创办了丁湘元医学论坛 在李天天的努力下 如今的丁湘元已成为了中国最大的 面向专业医生的综合医学平台 拥有200多万专业医生会员 目前丁湘元有丁湘人才网 丁湘通 丁湘客 用药助手 丁湘医生等多款知名产品 让我们掌声请出丁湘元创始人李天天先生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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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到在您朋友圈当中 您自称自己是范乡长 范乡长就是范伟 特别大方的就承认了就是范伟 我觉得你比范伟还帅的 No 范伟年轻的时候很帅 就像我这样 那么几年之后 我有可能就会真的像范乡长 现在这样子 别这么冷的笑话讲给大家听了 接下来我们看要交给你 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好 大家好 我是丁湘元的李天天 我是一个医生 或者说我曾经是一个医生 G1一直都是我的职业梦想和追求 小时候因为饮食不注意 导致了中毒性利己 而且当时因为病情发展得非常迅猛 很快就出现了中毒性休克 当时治疗中毒性休克有很多方式 最常用的就是用抗生素 但是我刚好对抗生素过敏 所以医生又不敢用 只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但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控制住病情 经过反复的这种讨论 最后决定还是给我上抗生素 但是担心出现过敏 所以当时把氧气瓶 把抢救的药品都摆到了身边 冒着风险给我上了抗生素 万幸的是没有发生那种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 所以用了抗生素之后很快 中毒性休克就得到了控制 最后生命就抢救回来 经过这个故事让我更理解 医生的救死扶伤的这种精神 所以在1994年 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所有志愿天的全都是医学院 最后就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录取了 而在读研究生的阶段 有一天我同宿舍的兄弟 他说天天我今天去了一个 特别好的网站 找了十篇文章 花了八块钱 我说是什么网站这么好 他就说这个网站叫PopMed 我说不对啊 这个网站我知道 是可以检索很多文章 但是那是免费的 我说你怎么还花八块钱呢 他说四块钱是软盘费 还有四块钱是检索费 我说不对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可以在网上免费地检索这种文章 给他演示了一番 他非常惊讶 说还有这么好的方式 很多同学听说了之后 纷纷来找我 所以我就得每一个人都教一遍 教的我最后都烦了 所以后来我就想 那做一个网站吧 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做互联网网站的 这个个人站长也很多 工具也非常顺手 所以自学就把这样一个网站 做出来 利用课余时间 李天天自学建立了丁香园网站 来自全国的医生 在丁香园上 开展各种专业讨论和学术交流 一个无星之曲 受到越来越多医生的认可 让他倍感意外 可是面临放弃医生梦 还是放弃丁香园的两难选择 他又该如何应对呢 那么在05年的时候呢 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 让我决定出来呢 可以帮助更多的中国的医生 05年的时候 我的儿子诞生了 但是呢 他出生的时候呢 是早产 刚生出来之后啊 他的这个肺泡 表面的活性物质不足 导致呢 他只能呼气 不能吸气 所以当时赶紧抢救 抢救 就把小朋友抱到这个 新生儿的这个ICU病房里面 在里面待了15天 那这15天呢 哎呀 自己是心如刀绞 因为夫人还在这个产房里面 用了药之后 也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但是两个医生呢 非常尽心激励地帮助了我 一位儿科医生呢 姓姚 叫姚丽 另一位儿科医生呢 姓邵 叫邵庆亮 15天之后呢 我的儿子出院了 非常健康 疾病都得到了这个治愈 出院之后呢 我们非常感谢这两位医生 所以呢 在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 我从两位医生的名字中 各取了一个字 利和亮 我的儿子就叫李力亮 获得医生帮助之后 那种感恩 那种心情 让我觉得呢 我如果成为一个医生的话 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帮助 几千号这个患者而已 但是如果我选择了 另外一条路的话 中国有将近300万的医生 我如果能够帮助 这300万医生的话 进而这300万医生 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 我想也许我对这个社会 做出的贡献更大一些 所以呢 在06年 我就离开了北京 来到了杭州 正式呢 把这个创业 当成自己的一个 职业的选择 2005年 放弃一生梦的李天天 开始着手大力发展丁香园 没有任何创业经验的她 在丁香园的商业转型之路上 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 那么到了08年 公司遇到了第一次的挑战 很简单 没钱了 但为什么没钱呢 当时我们做的一个项目呢 叫这个丁香人才 在早期做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医院 做起来之后 发现中国最多的医院 是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几乎不缺人 就算缺人 缺一个岗位 可能有20个来应聘的 人家假如你给我免费挂一挂 可以 让我交钱 不可能 你赚钱的这个方式不够 花钱的速度太快 那公司一定是失血的 那失来失去 你看上账上的钱一点点少 你就能算 哇 这个年过不去了 那个时候非常着急 然后到处去 求爷爷告奶奶去借钱 很难借 后来我们得到杭州市科技局的支持 那么从下手的这个投资银行中 借了一笔钱 去渡过难关 当然为了借钱 我们是要抵押的 所以当时我们几个创始人 把自己手里稍微值钱点的东西 全都抵押给了银行 包括自己的房子 在上面签字的那一刻 手还是稍微哆嗦了一下 那么现在走到今天 我们再去看丁香人才这个产品 我们国家的一改政策 发生了改变 鼓励社会资本办医 鼓励民营资本 兴办医疗机构 那么造成了这个市场上 对医学人才的渴望 那么我们这块业务 现在已经完全成长成一个 非常强健的一个部门了 所以回顾这十年的这个 创业过程 专业是我们这个行当的一个 基本要求 能不能用一个 有专业的这种态度 去把你的真正的业务做好 一直都是我们所追求的 从一个小小的一个个人的网站 那么做到今天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用专业的心 做专业的事情 谢谢大家 我们也来看看 今天在现场这么多观众 会有哪些问题 想跟您进行沟通 好吗 我们来看一看弹幕上的问题 好讨厌去医院 每次都做点啥 做点啥 连一个小感冒到了医院 都咽个血了 有这必要吗 有 大部分的患者是没事的 或者是问题比较小 但是有一类患者 我们一看是有事的 继续做一些深入的检查 其实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已经大概知道 他是什么病了 但是我这个时候还不能告诉他 我要他留下来 继续完成一些 更加深入细致的检查 所以咱们丁香的 线下的丁香诊所 也会是这样的 就是病人 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是这意思吗 我们看的主要是一些 常见病 慢性疾病 我们做的一些检查 也比较简单 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些 我们诊所内的 采购的一些设备 很高级吗 非常小巧 非常方便 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来吧 咱们现场公布一下 看看 一个iPhone 当然它背面有两块电极 手指放到这个电极板后面 干嘛 清电就出来了 也可以测 能够看到 这个倒确实是 比医院里做心电图的设备 要清电方便太多了 这个大家猜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真的好难猜 像个卷尺 卷尺 就是拉出来测身高的 测身高 就是拉出来测身高 这样的一个设备 可以测四项指标 血压 心率 血氧 还有体温 那么使用的时候 是要用左手 拿这个设备 这样捏住 为什么要左手拿呢 是因为你测的时候 右手可以自拍 可以这样自拍一下 开个玩笑 因为它要跟左边这个心脏 形成一个回路 我来试一下好吗 给您 我把它放哪儿啊 待会儿 放在左侧的这个额头上 就可以压住 保持一定压力 那么现在呢 您的这个心率已经出来了 心跳是不是很快 我好紧张 不要讲话 像进了医院 保持安静 才测得准 差不多整个要一分钟 出来了 第一个是血压 120是180 指标上来讲的话 血压略微高一点点 因为正常是120 就整体我还是健康的 对 这边还有设备 那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iPhone手机 那这边呢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 我把它这样一接 这像个什么 就鱼眼镜头自拍的是吧 但它自拍的不是人 是耳朵 看里边有没有外耳道的义物 或者是有没有外耳道的损害 那个这事包困来 好 它可以看到吗 对 来试一下 我很久没有掏过耳朵了 所以我让你来 你是要我看你还是你要看我 我看你吧 好 这蛮干净的 因为来之前掏过了 因为不对 有点白色的东西 有看到骨膜吗 没有看到骨膜 这个让人产生很不好的联想 包困你在看什么 有这么种好看 很好看的很好看的 来 傅姐 你可以来看一下 我表示拒绝 然后我就这个话题 可以到此为止 谢谢 但是确实很方便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很淘气 他会把一个小物件 小瓜子儿 塞到耳朵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医生就要在这个 耳镜的帮助下 来完成这个外耳道的 这个查看工作 好 非常棒 谢谢 谢谢李总的介绍我 你看今天我们三位当中 安琪特别漂亮 她其实是为医生 李总 我也是现在公立医院的一名医生 您曾经是一名医生 您怎么看待当下很多医院所面临的 就是说非常矛盾的医患关系 我自己本人没遇到过 但是身边的同学 同事或者网友 威胁或者语言上的一些暴力 屡见不清 比如说我有一次 有一个病人真的非常的凶 冲过来跟我说了一句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把你从窗户上面丢下去 因为这个是整个我们国内的这种 医疗体制长期积累的这个弊病 那么到后面产生了一些 矛盾的这种爆发 包括这种医保的缺位 包括公立医院的这种资源的不对称 结果大病小病全都挤到公立医院去 我们原来做医生的时候是这样 我确实很希望给这个病人 做详细的检查 但我真的可能只有三分钟给他 因为外边有八十多号人在等 今天上午看不完 我就会被投诉 甚至也会有脾气不好的人 可能会冲进来 为什么我等了两个钟头 还没轮到我 所以我只能加快速度 我记得我们出门诊的时候 是不敢喝水 就是为了少上厕所 即便是这样 还是会有很多患者 没有办法理解 李总竟然选择了 现在已经开始着手 做线下的这个诊所了 那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没有 因为这种体质上的问题 我们从下而上地去改变 会有一些作用 但不大 如果解决有困难 那么改善呢 可以 特别是今年 政府对分级诊疗这个制度 反复提出 反复强调 就是为了能够让 很多的患者 小病的患者 慢病的患者 留在基层 不要所有的病 都跑到这个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专家那里去 但是实时起来 还是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说 在公立医院当中 这种矛盾呢 即便发生了 大家心底里 虽然说是不理解 但是会有种认可 毕竟公立医院更可靠 可是当我们丁香 或者这一类的 我民营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的这个抵触 情绪会更大 初来开医疗机构 一定要想这一点 第一要做好预防 培训医务人员 搭建模拟场景 当你面对一个愤怒的病人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认为大部分的这种 矛盾冲突 是可以能够防得住的 其实这时候的态度 沟通的技巧 表达的方式 可以帮助你买一些时间 你要觉得沟通完了之后 还是不行 第一是跑 第二是躲 防止造成人身伤害 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话题 非常感谢 谢谢您的问题 于柯 李总您好 我是一名来自 浙江工商大学连续创业者 丁香诊所 它的主要方向是全科 专注于普通的疾病 和慢性疾病 如果说一位患者 他得的只是一些 小病小痛的话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社区医院 那你们的线下诊所 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 但社区医院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他没有 把医生的这个服务 跟他的这个肌力制度 结合在一起 缺少一种服务的这种动力 特别是有一些服务呢 需要延伸到你医疗机构之外 甚至到延伸到家中 那这个服务呢 其实很多的社区诊所 就没法做到 因为他诊所内部的这个工作 不管做多做少 反正我一个月就这么点钱 未来我们还有上门去 对 比如说有一些 行动不便的老人 我们帮他测一下血糖 检测一下血压 定期地帮他监测一些指标 提到老人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年纪 比较大的患者 他特别在乎一点 就是能不能用医保 省医保和试医保不一样 试医保要看两年的数据 看什么数据啊 就是你的诊断治疗的 这个费用数据 做一个推算和评估 那他认为你的这个诊疗 质量是有保证的 费用也是可控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考虑来支持你 就是现在还不能用 所以现在还不能用 对 也就是说是靠服务取胜 对 我们希望靠服务取胜 好 谢谢 OK 您从05年开始做 做到现在已经做了 10年的时间了 像丁香园真的不够互联网化 类似于丁香园一样的 这种APP 他们可能在一年的时间 甚至10个月的时间 可能就做到 几千万的用户了 但是丁香园 我今天早上看到数据 好像10年 现在才大概300到400万的 医生的用户 所以放到10年的这个时间 窗口是非常慢的 因为中国的医生 一共只有不到300万人 患者这一块 我们刚做了一年 已经覆盖了将近 一千万的患者 所以这块的速度 是比较快的 但是我还要强调 我们的一个观点 我们认为在医疗服务行业 流量不重要 一亿人的走步健身的数据 不如一万个人的血糖数据 有价值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行业中 看数据 不能光看一个量 要看这个数据的价值 丁香园做这种医疗 可能是看上去越来越 就不互联网了 没错 在美国有一个会议 开了六年 一直叫移动医疗 它是全球最大的会 这个会今年是第七年 改名了 移动医疗进化了 进化成了连接医疗 它已经不再强调 你的产品 是不是互联网的 是不是移动的 它强调的是 我要连接 我要把很多传统的 服务行业也连接进来 医院 护理 养老 康复 甚至连健身房 我都要连接 比如说在美国 有很多基因检测的公司 它根本不可能 靠手机上来完成 不可能靠互联网来完成 没关系 我只要能连接到 你的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连接医疗 是移动医疗的 一个更进化的一个版本 我个人也非常认同 这个观点 做医疗 互联网 能用就用 用不上 我们就用传统的方式 把它的数据 服务连接起来 非常有识 谢谢 爱奇 很多身边的朋友 现在也都是在用 一些类似于丁香园 以及性人医生的这种 线上的软件 去咨询一些自己的疾病 病人可能连胃 或者是肝胆脾胰 在哪个位置都分不清楚 但是其实却上网去查 自己的一些症状 到医院看 其实是完全是 可能另外一种情况 APP的线上的咨询 您觉得靠谱吗 尤其是我们女儿生病 一些我不太熟悉的 我就度娘问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 这回答真的是千奇百怪 那我们的一个观点是 医疗有时移不动 首先丁香园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因为我们认为 这种服务缺乏安全性 缺乏质量控制 容易误导患者 我们自己会经常 试用这些同类的产品 因为我原来是神经科医生 所以我就注册成 神经科医生登上去 马上患者就来提问 医生我头晕 面对这个问题我也头晕 我们到底是站着晕 还是坐着晕 走路晕 还是休息的时候晕 甚至问来问去 最后发现 这个人跟神经系统没关 早上没吃饭 饿的 低血糖 不光晕 眼睛还冒金星 所以你要问 很多患者的问题 我看到头晕之后 我就开始准备 还没等我问呢 被抢单了 其他医生答了 被别的医生答了 我想别的医生 怎么答那么快 我去看看人家医生 怎么回答 我也学习一下 头晕 是肾虚 建议吃点六味地宽丸 而且六味地宽丸 还变成了一个超连接 点六味地宽丸去买药了 所以我的感觉 是医生应该全面地 去收集患者的数据 你可以帮患者咨询 帮他来判断 你这种情况下 要不要来医院 但是你不可以在线上 直接就告诉患者 是什么病 甚至就给开药 这个是完全错误 欢迎您继续收看 《华上启示录》 本节目的广播版 将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独家播出 那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也跟这个李总 聊了很多 他目前在做的一些创业项目 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要留给您 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的创业语录 用专业的心 做专业的事 我是丁湘元 李天天 下期节目 我们将邀请到 途牛旅游网创始人 于敦德 与我们分享 在线旅游的 每一些人 咔咔咔咔 请不吝点赞 订阅